我们一起进入在迪拜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 男子团体中国队对奥地利的第一场比赛是由中国的张继科 张继科对哈勃索赫 奥地利这个队往呢在四分之一的比赛当中三比一 胜了中国香港队 其中呢是老将施拉格拿了两分 分别战胜了中国香港的唐鹏和张育 张继科可以说现在是中国男队气势势头最强劲的一个运动员 刚刚拿完联赛的冠军 也获得了中国共和赛的冠军 应该来讲张继科这几年进步非常快 特别是在这个去年的这个全运会 这个团体赛里面也是给我们这个 白队也立了很大的功劳 第五场云的马林 对 从这场球就是说来讲 这也是很大的锻炼 那么张继科然后一直在 刘国良教育一直在启用张继科 就是后面从全会完以后 一直启用张继科大比赛 所以张继科一直成绩非常好 因为他的气也非常壮 是他特别是在莫斯科世平赛的时候 关键的场次第三场 第三场拿了最关键的一分和德国队的决赛 所以这场球我觉得对他来讲 可以说又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台阶 因为他们也非常辛苦 因为我们联赛是26号结束的 下午结束晚上张继科跟王浩回到北京 第二天27号中午飞机就飞到这个比赛场地来了 我们还是请王涛给我们介绍一下张继科的技术特点 张继科这个运动员应该来讲的话 打球非常的细 另外他的这个球的质量是非常高 包括正反手的拉球的质量是超出一般运动员的想象 另外他的特点是几八球的反手的这种进台的这种 这种拉起来的球是学长特别特别强 因为他反手非常好 张继科给人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他的球啊质量特别高 特别猛 属于强强悍型的这个正反手 都能够拉出特别高的这种水准的 他那科技人不太怕那种比较快的 比较怕那种有节奏感的运动员 他比较怕 一会慢的一会快的 这次的裁判非常严格 女子团体也是在不断的警告中国的运动员发球 刚才又警告了张继科 因为这次的这个超级联赛的单打的这个胜率 张继科还是排名在第一位上 王号排名排名第二位 所以从他这段时间的表现来讲 应该张继科来是非常好的 张继科也是2012年进军这个伦敦奥运会 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运动员 也是在备选之一吧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年轻队员那些奖的话呢 总体实力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就有这种梯队的建设 有这种这种年轻队员的往后冲这种这种这种劲头 我觉得现在像中国的这些年轻队员的话 都可以承担一些重大的比赛任务 但关键在于咱们的教练敢于启用 是吧 因为张继科他现在的这种球 他的这种大赛的竞水平 包括他能够有这种大赛的能力 也是在通过实践 通过他这个大赛的成功 这种信心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所以首先是教练有这样的长远的一个眼光 敢于启用 即使就是我在争12年的时候 12年我没有选上的话 那么我对吧 16年还是有机会的 7比7 奥迪迪这个队呢 他主要是以施拉格 原来有中国队能员陈卫星 但今天陈卫星没有出场 张继科的反手击花球接得非常好 他这球好像拉得有点侧拳 有点侧拳 恨不得带点下拳那个感觉 现在张继科台内的球 拳台都可以用反手过来拉 他拉的指量还非常高 你很难说第二把下手 你不管发下拳上拳 他都可以使用这个技术 你的反手指量非常高 反手他是属于那种甩挖的 手挖能够甩得开的 一板一个利索就有点这个状态 因为张继科打球的话非常成熟 就是他从小就是不紧不慢打球 现在看来他这个球啊 现在从威胁性讲 他可能要还要好于马龙 对对对 那马龙的这种衔接球 连续连续性速度可能比他快一点 对 裁判再一次警告了张继科的发球 李哥的发球在红盘里 应该在中路队算是比较好的 变化比较多 有这个逆向呢 跟那种测量球他都会发 另外后面的衔接球也非常好 他现在必须要解决的 就是这个正手里面的短球 我觉得张继科还是比较弱 现在如果说给他五分之三台 他全部用反手侧拧侧拉 接发球全部起来 所以有时候他正的短球啊 他不太能暴露的出来 如果你摆短摆不好的话 你想摆到他正手位 一不小心就出台被他拉了 现在双方第一局打成了10比10 其实按照水平来讲 张继科应该比这个 哈勃索克的水平要高 打到这种时评来讲 可能很多人就不太理解 对 因为毕竟张继科是 这是第一次出场 世界比赛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世界杯呢 他前面一支 在这个比赛中刚打完 可能这个 包括时差呀 各方面的 一半呢 和北京有四个小时的时差 比咱们慢 四个小时 那么张继科第一局是12比10取胜 第一局王头好像张继科 他这个一些特点啊 和他的一些主要技术 还没有太多的表现 我觉得他失误还是偏多了一点 就是上面打的还是没什么好的战术 只是用了这些自己的技术一样东西 没有打到一个 就是说对手的弱点 没有抓住了 东一个丢一个 西丢一个 所以说这球 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战术 因为正手的话 有几个反拉比较好的机会 他没有拉到 这个状态啊 也是随着比赛的进程 对 来体现的 有的 你像王涛 可能你也有这种经验 到大赛的时候 前面状态其实一般 但是慢慢的进入角色 其实这样最好 别一上了就打特别好 因为他比赛是个慢强 没用 你可能第一打打得比较好 他在别四天到五天 第五天就好像 就慢慢下降了 应该是慢慢随着比赛的进程 越挑越好 越挑越好 到了决赛的范围应该最好 对 即使前面状态好 也得要压制 压制自己一些 第二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赛的第二局 好 在你哥的正手拉球 应该来讲的话呢 这个质量也非常高 他摩擦球比较好 他指板摩擦球都非常好 比较快 因为张继科在训练中 看他练静态的时候 练得非常多 就是静态的快思 这种快带 练得非常非常多 我想的话 张继科后面第二季三局 应该会打得越来越好 因为他前面 经过第一局的比赛 后面快乐越打越开 人心情一放松一点的话 这球的发挥的质量 都会不一样 处理球的合理性 我看现在逆向旋转发球 其实在90年代的中期 开始越来越多 发逆向旋转球 其实以前 他都是一个侧拳侧下 一个方向比较多 我们那时候比赛的时候 90年代的时候 欧洲也有一些 不是水平很高的人 发都非常好 也是逆向旋转发的 我们也都很别扭 只是他后面的技术水平不行 不行 对我们只要接过去 后面我们就能赢 只要接过去 那就是没办法 吃发球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发球来讲的话 应该来讲 欧洲人现在发的比较多 对发的 现在欧洲人是比我们先发的 是 最早的过来 我们是学他们 我们是学他们 确实是这样 我记得当时在9596年的时候 瑞典 瑞典队 除了说瑞典男队强 对 当时老瓦 瓦尔德纳尔和佩尔森 这一批人 那么其他瑞典女的 也有几个 对 也有几个 叫什么 斯文森 有几个女孩 这个发球的变化非常多 他就像你说 他后面技术不行 但是他这个发球 对发球的钻研 这一项技术 他是很有兴趣的 而且发的也很好 我们后来也是 向他们学习 因为张继克现在越来越好 这状态 张继克状态一直非常好 他关键还是有球 对 他有技术 他技术还是比较好 他技术呢 有一些球啊 觉得他的 他的这个质量啊 就是比一般的男运动员 要提要高 对 质量 所以别让他甩开 一旦他甩开了 一般人都很难赢他 很辛苦 我觉得现在中部队 这种比赛 最近一个接一个 非常多 没有从六月份联赛 六九号到现在 这些主力队员没有停过 以赛带练了 基本上就没有谁让你去训练 全在那比赛 这个时候就看谁的功底深 对 谁的这个气 这口气 要长 要长 忘了这些老运动员就不如这些年轻人员 对 这些人员他首先他体力也各方面的这个非常好 到后面你就感觉就好像像一个人的这个文化功底似的 一下全用完了 对 到最后已经没东西了 没东西了 没东西了 没有什么东西 老是在翻来覆去这些东西 翻来覆去 而且这个球也是这样就很干 没东西 觉得所有东西都用完了 是吧 这时候需要一个封闭式的训练 这是中国队比较传统的一个一个方向 一个回收的回零的这样一个时间 但现在没有时间给你 包括亚运会 可能这个封闭训练的时间也非常短 对 因为亚运会是11月12号开幕 13号比方球队开始比赛 那么作为这个中国队的这些选手 你像他们打完比赛马上回国是10月2号回到国内 10月3号就全国准备赛开始 就紧接着打全国准备赛 就是你根本来不及修到北京 可能下飞机以后到了房间里 换了衣服就马上再接着飞到这个张家港 张家港 全国准备赛 三号开始打 所以这个队员真是马不停蹄 我们也是很心疼他们 可是没有办法 没办法 对 第二局张继科的这个发挥啊 就非常这个自然了 应该一会儿我们越打 我想这个 非常顺畅 很难打了 因为技术水平还是差了 差了很多 这边是体验张继科的父亲也是我们原来是空军队的运动员 也打球的 对也是打球 现在也是教练 对平方球也是 那次乔运会的时候 我们在一块做的时候 聊得特别特别好 对张继科也是抱了很大的希望 从小培养张继科也是想走这个平方球的道路 也有很多现在的家长 小孩在面临着这个选择的时候都非常希望走职业这条路 但是这个必定啊 这个职业这条路啊 也要要根据个人情况 就是每个家长的这种心愿都是好的 有的时候乒乓球这个这个项目还跟别的项目不一样 他必须不是说你光刻苦训练就能出成绩 他还需要你的各方面的这种综合东西比较多 因为这个这个心理的素质这是最起码一点 有的时候队员到球比就是不是一片空白 真是当现在我们很多队员比赛的时候 短路 对就完全我们讲就是到底怎么不会打球了呢 那最基本的一个东西连发球都很难发的短 就这个是最基本的 就是你让他打球说不要讲战士 说把球给我碰我就放短就行 他一放还是出台 这种就是很难改 很难改 你很难改 一年改不了两年改不了 三年我故意就可以退役了 真的是因为这个家长打平方球这个队员 一定要丢点天赋 对平方球这种理解的程度得非常高 因为现在要求呢 中国的要求这种 这种中国队的一年 要打到国际比赛中 这种拿成绩的人都是非常高的 对 不是说你光会打乒乓球 就可以进入国家队 现在要求的这个文化 这种水平也要提高上去 包括从二流这边就开始就开始建设 开始 加强了这个文化方面的学习 对对 而且他有一定的硬性的要求 现在这一局呢 这个奥地利的哈布索赫呢 他有一些变化 发球的这个落点 抢攻的线路 搏杀球比较多 因为他知道如果是平稳的 跟张迪克打的非常难打 他现在各个球队发力 正方式就是发力 就是我们就叫博了 就是你没招了 摔打 对 箭球就可打可不打 全发力 对 有机会就以凶打为主 但是这个凶打的确需要 需要一定的基础 对 不是胡乱凶打 你不能打球打的就没有道理 也不行 像欧洲这些选手 他也联赛也非常多 他打联赛比我们时间还长的 我们只打三个人打八个月 八个月到九个月 所以他们虽然不是水平很高 可是每天他在比赛 他们真正才要以赛再练 所以他们特别会打比赛 技术水平比较低 因为这局呢 就是哈布索赫 他的这个凶的球比较多 而且都抢在前面 前两板 前三板 就选择进攻 凶打 现在呢 这局是大比分领先 8比3 这战迪哥上来还是这种轻敌了 就不是说 一向前两局上来 可不那么几 处理球上的这种 也是比较随意 这个队员如果说上来比赛中 从头到尾 能够坚持一种心态的话 非常难 中间肯定有些起伏 有的年轻队员也是这样 有的年轻队员比赛也好意思 他有时候上来 重用你的时候打得不错 一看你水平比他差着 他一松 你追上来 他又开始紧张了 他又不会了 通过多次的经验教训 你真的吃了大亏之后 你哭都来不及 那一些大赛你说这种 本来可以赢的 但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大意 因为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原因 放松了 所以下来会相当的懊悔 这个没有后悔 真的没有后悔 所以我跟队员讲 你要抓住任何的机会 好的 可能这个一成钟 这比赛可能就这一次机会给你 你没抓住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那张继科呢 逐渐的追上来了 比分打成了7比9 还落后两分 欧洲人的选手 对拉能力还是比较强 这是他们的特点 正反着中台的对拉 10比7 这局呢是奥地利的哈勃索赫 搬回了一局 前三局就打成了2比1 我们还是请王涛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局 主要张继级开场的时候 张继科 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重视对手 我觉得处理球上比较随意 也没有加上前面那种 就指着那么高的选择 不严谨 就是我想过一局对不对不赢对手 其实比赛中 这毕竟也是世界的这种 端赛的这个半截赛 是吧 虽然没有到了这个最关键的 这时候水平不是很高 所以一定要抓紧 因为这个首先你要保留 你刚刚比较累 刚刚到这个赛场 第一场上 对吧 你第一局打了比10平盈的 后面很轻松 那趁这个时候呢 趁这种赚的要调整自己要快 我觉得这个张继科这方面 还做的还是稍微的差点 这局我觉得说 我估计张继科下一局 肯定就会有改变自己了 就不会像这个 在你打成这样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 随着比赛这种进度 这个地缘的这种心理 慢慢慢慢就会产生变化 黄涛你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 就是经验或者说教训 大部分领先 我也我也放过一些这种 像这种 其实可能每个人都有 不是说不是说很多次 就是年轻还是年轻的 但在我印象当中 你打球手很紧 我手很紧 对我从开局到最后都很紧 因为我们的打球是 跟着现在不一样 我现在看来这个哈勃索赫啊 他还是有一定的技术特点的 特别是在近台 他比较前单板稍微凶一点 1-3 张靖哥这一年在中国队的防守能力也算强 除了马龙以外横拍里面他算防守比较好 对 这个也是必备的 现在你只会进攻不会防守 可能很难在这个高水平当中站住一席之地 因为现在南队的发展的球质量比较高 你要不会防守跟会进攻你也非常非常难打 比较攻防转换的这个力量快 4 3 张靖哥这防守的拉球拉得真是非常非常转 因为我们跟他训练是经常他发球围的 我错就不要转 他拉了一板 让其他队员过来试反拉 根本拉不了 就是死球 我们就叫死球拉的 很转 这一般很少听说反手围圈能这个高调能成为死球 就靠转 对 他拉球是靠身体靠腰的部分 你看他特别使劲 另外他的肘部可能用力也用了比较多 对 肘部在这个拉球当中是一个肘心点 对 这个肘部还是要有劲能够控制住 现在比分是5比4 这哈勃索赫对张靖哥的球衣慢慢也适应了 对 这局打着看着咬的还是比较紧 因为有一些打一些比较精彩的球 我觉得张靖哥还是有些战术上 发完球以后还是要主动一点 要进攻一点 5 5 5 7 5 这球张靖哥应该是比赛当中运用比较多的一个技术 我记得他跟马林打的时候他这个反手锁定直线 这球变得很直 所以直配一点跟他打得非常难打 因为他有直线 能够牵制纸板的正手位 5 5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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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水平上还是咬住的时候 还是水平上还是差距 就出问题了 看出了差距 11比6将张蒂科 在这场半球赛当中 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一盘的单打 现在中国队就以1比0领先 第二盘单打是由王浩队施拉格